都什么收入呢 我给大家说 大头呢是电视转播这 就咱前面说 美国人要看这场比赛 他得付费 一个人呢 一户呢大概付100美金 你要是那种开放的酒吧 带招生意的 你这要放这一场全球比赛 那得掏3500美金 所以这个收益加到一块呢 大概能有4个亿到5亿美金左右 你看这个主要什么决定呢 帕克奥跟梅维瑟 影响力确实大 人家这些客户愿意掏钱 看这么一场比赛 你看梅维瑟 他是整个这个收费系统里 最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不光是说他在合适的世界 跟合适的人打拳 他都挑高手打 万众瞩目 更主要一点 很多人恨梅维瑟 在2010年有一个调查 说这些用户 为什么你要看梅维瑟的付费比赛呢 他们有30%投票投的傻伤 我就想看他被击倒 我看着嘚瑟炫富我就来清 帕克奥同样也有号召力 这两人加一块 促成了收费电视 达到四个亿以上 第二个大头是现场门票 刚才我说从1500到最高的14万美金 门票收益整个是多少 7200万美金 这个非常大了 而且别的比赛呢 说现场我把这票给什么明星 什么贾字听笔薄了 什么贝卡姆 什么麦当纳 说这些人到现场看比赛 白给他票 他对比赛是很好广告 但这个比赛不管你的事 不论你多大碗来 你都得掏钱买 你看现场这碗也多 体育界的乔丹 泰森 霍里佛尔德 阿加西 格拉夫 夫妻 文艺界呢 就更多了 这些像贾字丁这样的 还有这个 比昂斯 什么希尔顿 咱们再看那些 大牌明星 太多 罗伯特 德尼罗 丹兹尔 华盛顿 这都这一个 好莱坞的阴线明星 这些人可都是 自偷偷包心甘情愿 来看比赛 所以说这些人 也负现了票房收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呢 来到拉斯维加斯 看比赛的人 最壮观的是什么呢 这个飞机场里头 停了大概 100架左右的私人飞机 这个壮观场面 一样不次于这场 世纪大战本身 那么一说 他俩要在 这个米高梅大酒店 打比赛 短短的半小时以内 米高梅大酒店 6800间房间 全定没了 6800间房间 这多大个酒店 而且最低一晚上 也得700美金 定没了 你就说这一块酒店 收入得多高吧 还有刚才我说的 你在酒店的赌场里边 你这个也得拿150美金 看这个壁炉电视转播 而且据说 都有三万多人 在酒店的赌场里 来看这场转播 就这两项收入加起来 这个整个酒店 收入就超过 1000万美金以上 你更别说到这来 这谁不想赌两把 拉斯维加斯赌城啊 你赌的过程当中 这赌场老板提成 你就算怎么 也赚个盆满不满的 而且更滑稽的是 这场比赛啊 之前不有称重仪式吗 提前一天 俩人称称啊 一称一个146磅 一个145磅 因为要求的上限是147磅 都可恶 就连称重仪式都进来 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称重仪式 使用钱力的卖门票 10美金一张 结果这10美金门票 买出到外面一炒 就变成了100美金 就连称重仪式 都这么些人 买票进来看 所以整个这个比赛 加在一起 加上一些衍生产品呢 最后得值6个亿 两个人拿走3个亿 说明啥 人家值这个钱 我们下期见